众所周知 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强烈反响 近日 荣祖儿在采访时 他坦言 大湾区音乐会就一辆满载着故事 承载着欢乐的音乐大巴 穿梭于大街小巷 可以说这是一场流动的城市音乐会 自己主持这么大一场音乐会 也是有那么一丢丢紧张 不过好在有张艺兴 周深 王嘉尔他们的精彩表现 也是让我圆满完成了任务 哈哈哈哈 随后 荣祖儿透露 自己主持完大湾区新年音乐 是立马打电话 请张艺兴周深他们聚餐 而被问及原因时 荣祖儿表示 感谢他们只是其一 当然 主要还是想多互相交流 说不定下次开演唱会啥的 找他们当一下客串嘉宾啥的 绝对可以免费 当然 他们来了我们大湾区 我们绝对请客 哈哈哈哈 这原因也是超搞笑 当然 昨晚荣祖儿穿着一身粉色长裙 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演唱彩云追月 不得不说这个画面太美好了 不可否认 解锁愿意主持身份 一下子就变得更吸引人了 小伙伴 对此你怎么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